观战一把 幻想各大捷克 飞行家前锋拉拉队员律师 这阵容不行 这阵容打捷克 除非你遛的特别好 你但凡6不好 但凡捷克抓到人了 就是捷克滚雪球 而且捷克这把滚雪球的能力很强 不叫很强 这套阵容很容易被滚雪球 应该这样讲 这样讲就比较对了 就他这把很好滚这套正能雪球 前锋来就 误刃双刀把你抬了 有没有 对不对 不过这把飞行家带了一个飞轮 倒是没想到 这把穷者的一个博命前锋带 张狂杰克带插眼 刚刚没有留意 有没有带狩猎本能 他总不能是底牌加张狂吧 一刀误刃 过板带走 飞行家这边的机子 50没了 这个局平都平不了 除非是什么 除非是 我觉得没有用 没有什么除非了 这把没法打 穷者一点办法没有 卖掉也不行 卖掉机子也不够 因为这边的话飞行家的机子被干扰到了 我这边补个眼 对吧 压一台机子 你外面就两个人修机 前锋修的还慢 律师这边修完就修完 密码机总量加起来 一个人挂一地下室 两台出头 这个机子怎么打 这个机子没法打 就外面的飞行家 前锋律师 其实面对一个插眼捷克 他也溜不动 特别是一个已经开了技能 有隐身的插眼捷克 区区攀 掏个前锋 没了呀 真没了 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做节目效果 认认真真的判断 好吧 来 沙龙拐杖都拿出来了 这把已经敲定了 兄弟们 这把但凡能跑两个 我立马给你们表演一个三段跳 就这么简单 卖掉是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正确的选择 这波卖掉呢 要打一个什么 要打一个就是中期的一个 长足的牵制 这个牵制时间要多久 我们不要讲牵制时间 我们讲牵制的密码机 现在密码机总量加起来三台半 他要牵制到差不多四台半的样子 因为这边抓的是一个搏命点 就如果说这边 因为你牵制不到这么多的机子 待会这边前锋倒地以后 击倒 挂上 捷克 隐身带雾润顶出去 外面又没有搏命 这个局势打不了的 就他们只能是打到什么程度呢 打到就是机子快要压好了 然后你还有一个人可以压机去救人 这个局才能说有三人开门站保平的一个面 但凡是机子不够的 比如说还剩两台机子的 这边这前锋还没倒啊 区区盘 这波利用这个交互点打得还可以哦 那没关系嘛 这球已经消耗了 进入我往外再打一打 再往外打一打 不着急不着急 小问题了 这样的话 你还别说真的要到四台半了 到四台半就比较有剧本可写了 有剧本可写了 因为到四台半以后呢 穷者这边就是我可以卡着这个血线 等到压好机子来救人 怕怕什么 因为这个这个级别的杰克啊 就像如果说你差的是外面两台遗产机的那种 你一个人挂上以后 杰克这边顶出去 人是救不太下来的 而杰克是可以做到 你人救不下来 你只要机子没压好 你人救不下来 这个局势是不是就多转 再来干扰飞行家 区区潘这边重骑一台机子 有点有点可以哦 乌刃飞轮顶掉 散三哥 散三哥这么不给机会吗 啊 杰克这边的话好像准备切船 前锋还翻了半颗球 等会儿 乌刃没打出来 前锋中场还有台机子 散三哥这边的机子也够了 前锋这边他们中场的机子不要了 这把穷者修了七台机 怕杰克控场 这修的也有点多呀 这律师还没倒 不能吧 他这把是张狂加底牌 他没挽留的 那看防守了 毕竟穷者他们机子多修的 但现在也是一个压机救人 看一下是谁来救 好像似乎是让前锋救完人 修完机子去救人 分音家这边没有打算 分音家压机 毕竟前锋手里有薄命 这个薄命开门战 我们来算一算 开门战的话 如果说要算满血 分音家是个满血 这边顶过去 找分音家逼你晾机子 还是回头做防守 幻想哥这边还是回头做防守 因为这个位置其实他比较好压的 但是没想到就是前锋 他是有球 前锋的球本来都好玩了的 误刃误刃一刀带他走 误刃误刃误刃 误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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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刃误刃误刃 误刃误刃 误刃误刃 实体刀 实体刀的话 这个薄命似乎能套上 套上没关系 我先追 哎呀我天 这 分音家这边 哦分音家没打心脏 刚刚把天赋都给忘了 这把让我看麻了 这不能平了吧 律师现在的位置不太好搞啊 这律师现在有点难走的 这律师他的位置 他要有点的门在那个小门嘛 他这边先躲 让你等你捷克船 贴边走 飞行家这边 出来了 好 你出来 是吧啊 好兄弟 出来 对 找 好 先把他抬了 一到五刃 飞轮躲掉 还有一个喷射背包 那边点门 等会等会等会 这把呢 有意外 意外是什么 前锋这颗球 讲道理前锋不翻出这半颗球 这个局也出不了这个三人开门战的 现在的话还不好说啊 因为毕竟穷者这边大门没有点 这边找到律师 将律师接到以后 这个前锋能不能走 看一下 地窖在这里 大哥你要跳地窖啊 38秒的传授 这律师怎么还在拖呀 这把穷者真的 残局怎么拖这么久的吗 itation 三段跳 这个有点难哪 兄弟们